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是中央這活動 八月以後都在幹嘛呢 就是原住民去這裡免費 原住民去那裡免費 原住民吃東西免費 原住民睡覺免費這樣子 就過了 可是原住民途日持續了很重要的日子 這個是我們第一次拿回自己的權勢權 第一次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告訴我們別人 我們是誰這樣子的一個殖滅日 當我們的名字稱呼在法律上 從三八變成原住民 是這麼重要的日子 所以我們今天有很多的青年在這邊 想要說故事給大家聽 想要告訴大家 我們從小到大 不管是在股落長大的原住民青年 或是在股市長大的原住民青年 都遇到非常多的 在這個國家不理解原住民 完全沒有多元視角的國家政策的情況下 受到很多的壓折 受到很多的痛苦 受到身邊很有有意無意的歧視 我們在台灣的法律 或者是在這個國家底下 拼捕族群仍然不存在 我從小就不知道 我有這樣子的血統或者是說有這樣的背景 為什麼 因為我們家裡的長輩 其實對自己的族群身份是很自卑的 他們不太願意讓外人知道自己是別人口中的華納 現場的朋友 你能夠講出台灣現在有幾族嗎 你們知道說每一個族群有什麼特色嗎 你們知道說台灣族各族群的方言諜 或者說我們各族群每一個泰雅族 或者說半泰雅系人有誰 你們每一族都知道嗎 但你們不知道的時候 請你們回家多讀書 當你皮膚黑的時候 他們就寫你髒 請你髒的時候就會排擠你 排擠你之後他們就會對你潑冷水 會把你的東西全部都丟下去 你們這些汗有知道我們的感覺是什麼嗎 你們永遠都不知道這些感覺是什麼 我要謝謝老師說一件事情 你們今天的騎士 騎士東南亞的人 或者說騎士印尼人 或是騎士我們東南亞的朋友 就像你們當時騎士我們原住民 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我小時候已經聽過非常非常多的騎士 你們能知道老師照你站起來說 梅花路為什麼會絕種的原因 是因為是你們殺的